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旧时代的制作器具 历史的严格 让观光工厂饶富教育意义 那我就想说 只要我把博物馆跟观光工厂合在一起 是不是又看得到 吃到 闻到到 买到到 听得到 又有文化历史的变弃 体验式经济 让企业第二代开拓新商机 博物馆访科人数突破百万 就是肯定 拼规模同业老大哥在前头 邱逸荣索性转个弯 先用老二哲学打拼 那我们绝对不是先知先觉嘛 我们也不湿不湿的 但是我们是后吃后吃 但是意趣蛮好 刚好赶上的那个市场的阻力 当年母亲卖红豆汤的小店铺 成了品牌企业 当时品业纷纷前进大陆设厂 始终留在台湾的邱逸荣 就地转型 做出成绩 其实最近第二代 很多人最常问的就是 你有什么规划 计划 对不对 我会想延续家族的事业 我会想延续家族的事业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一个博物馆 能够长存 延续长存细水藏理 这很重要 对不对 对 人家说人不要 只求这个昙花一切 要求细水藏理 OK 這幾年原本的奉行 老二哲学的邱逸荣 现在有了不同的想法 他说要做老大 但这老大未必是市场规模的第一 但势必要做到 唯一或独一才是自己的路 不有麦的鸡肉 我会想延续家族的事业 不有麦的鸡肉 我会想延续家族的事业 在一起 你不要工作